这是一部男人见了都说好的电影 地球球花莫妮卡贝鲁奇大尺都真空出演 就问你喜不喜欢看美女吧 喜欢的小伙伴们来一波点赞加观众 今天我就带各位老司机盘一盘这部电影 故事的开始是莫妮卡接到一通电话 说是她那个死鬼老公出事了 莫妮卡给宝贝女儿盖好被子 出门一看老公的律师马克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他们俩驾车赶到路边一处车祸现场 莫妮卡的老公出了车祸 而且是当场身亡 一瞬间她感觉天都塌了 女儿才那么小就失去了父亲 葬礼上莫妮卡蹲下去捡东西的时候 猛然发现后边有个老头色里色气地盯着自己 丈夫才刚死 这群老色批就按耐不住了 想必以后莫妮卡的生活也不会太好过 她没有父母帮忙照顾孩子 唯一让莫妮卡庆幸的是 她老公詹姆斯很有钱 他们母女俩应该不至于沦落街头 然而上天却紧接着给了莫妮卡当头一棒 马克说警方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詹姆斯早就已经扩产 他一直瞒着莫妮卡到处借高利贷还钱 还了这个就欠了另一个 大天晚上他因为欠的钱太多 被债主子追 结果车速过快发生了车祸 而詹姆斯死后 他的债款就全部落在了莫妮卡的头上 马克算了一下 前前后后足足有一百五十多万美金 除此之外 还有十四万多的银行贷款 莫妮卡听到这个消息 仿佛遭受五雷轰顶一般 想不到自己的幸福生活 竟然在一夜间不复存在 他认真思考了一下 就算不为了詹姆斯 也要为女儿考虑一下 莫妮卡要继续生活 办法总比困难多 他来到城区的一家奢侈品店 提说想在这儿工作 老板并不知道莫妮卡的遭遇 以为这是有钱人的小情绪 二话不说 就给他安排了贵姐的职位 本来莫妮卡在这儿干得好好的 没想到竟然碰见了 詹姆斯的朋友 对方想趁机吃他豆腐 莫妮卡嫌弃地躲开了 偏偏在这时 店长走了过来 他已经调查过了莫妮卡的事 这种奢侈店老板 向来是败金的 如今没有钱的莫妮卡 在他眼里 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 随便找了个理由 就将他打发走 莫妮卡无可奈何 而此时 债主们已经开始催款了 他没办法 只能低价 把手里的东西转卖出去 马克得知此事后 还帮忙分担了一下 他买下一艘邮轮 并帮着莫妮卡 处理剩下的家具 以及其他值钱一点的东西 东凑西凑 好不容易还上了一点钱 可距离完全还清债款 还远着呢 莫妮卡开始想方设法地搞钱 在马克的帮助下 他们召开了一场拍卖晚宴 邀请全市的贵妇和名媛 前来参加 莫妮卡要把自己的珠宝首饰 还有华贵的衣服 全部卖掉 此时的她为了钱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有买家看上莫妮卡 穿着的晚礼服 她当场就脱了下来 一点都不觉得羞耻 曾经高贵的莫妮卡 现在早已放下了尊严 但她赚到的钱 依旧不够还债的 莫妮卡已经走投无路了 家里没有多余的东西 再给她卖 是时候找个工具人了 莫妮卡长得这么俊 愿意跟她好的人 估计能排到非洲 很快 闺蜜就给莫妮卡 借上了一个有钱人 说是还没结婚 身家过亿 但是好巧不巧 莫妮卡认识这个人 而且她知道 对方已经有家事了 凤豪表示 自己跟妻子属于政治联姻 如果莫妮卡愿意的话 可以收她做小老婆 每个月有十万块钱的生活费 莫妮卡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就算自己急需用钱 也不至于下进到给别人当情妇 而且一个月十万块 根本没法还债 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但没过多久 另一个闺蜜又给莫妮卡 找到了新的人选 这也是个亿万富翁 比起第一个 这个也好多了 最起码坦坦荡荡的 而不是趁着碗里 瞧着锅里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大叔真的很喜欢莫妮卡 初次见面就送了她一条 价值不菲的珠宝 一顿饭下来 莫妮卡对大叔的印象还不错 可当她看见对方 那脏兮兮的假牙时 瞬间兴致全无 丢下项链就跑了 回去之后 莫妮卡跟两个闺蜜 说起这件事 中途她发现 闺蜜家的衣橱里 有件很华丽的皮草 对方解释说 这是莫妮卡的 当时在拍卖会上 闺蜜让人把衣服掉包 弄来了这件皮草 这件事让莫妮卡怀恨在心 她接受不了 任何感情的背叛 于是莫妮卡 把闺蜜的丈夫叫到家 一脸楚楚动人的表示 我好空虚 好寂寞 试问哪个男人 能抵抗得住 地球球化的诱惑 事后 莫妮卡淡定的抽了根烟 并表示 自己想要一件昂贵的皮草 男人一听 瞬间变了脸色 但在莫妮卡的威胁下 对方还是把皮草送了过来 莫妮卡故意在闺蜜面前 穿着炫耀 然后扭头就把皮草 卖了换钱 又还上一点债务 但这件事 也让两个闺蜜 跟莫妮卡反目成仇了 他们俩很势利 莫妮卡没有钱 自然就不受待见了 好在这些虚假友情 她原本也不在乎 可谁知 对方却说出了一个 惊天大秘密 那就是 詹姆斯在外 早就有了情人 闺蜜见兮兮的 嘲讽莫妮卡 说她也不过如此 竟然会让詹姆斯 在外包养了一个年纪比她还大的情人 巨额的债款和背信弃义的友情 没有打垮莫妮卡 但丈夫的背叛 却令她无法接受 一夜无眠 莫妮卡在第二天 去找了那个情人 质问其 到底是不是跟詹姆斯有一腿 对方倒是很爽快地承认了 莫妮卡只觉得恶心不已 一回家就火速扔掉了结婚戒指 此时莫妮卡能卖的东西都卖了 再婚也不是个好主意 她想了又想自己唯一值钱的好像就只有身体了 莫妮卡制定了一个计划 她找到马克帮忙 打算开一场特殊的拍卖会 入场的富豪需要先将那一千万的入场费 然后大家开始竞拍莫妮卡的身体 到时候她会叫来警察做见证 把最终获奖的人视作主人 对其唯命是从 期限是四年 但对方必须支付他一根一的生活费 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 不管这些富豪有没有被选中 交出的一千万入场费都不能退 这是个好主意 马克答应会帮忙宣传 她赞赏了莫妮卡的聪明头脑 并表示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也想参加 莫妮卡只当她是在打趣 还开玩笑的说 没问题 到时候入场费给你打个折 很快 在马克的操办下 这场拍卖会的宣传晚宴就举办成功了 莫名而来的富豪非常多 甚至还有几个富婆升装出席的莫妮卡一现身 瞬间就抓住了众人的眼球 所有人都想把她带回家 一切都如莫妮卡设想的那样进行着 按照规定 他们要先验货 莫妮卡要在富豪们指定的地方展现自己的身体 对方满意了才会付钱拍卖 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她不断的穿衣服脱衣服 在各种场合奔走 慢慢的莫妮卡都开始麻木了 但为了钱 她可以忍耐 直到这天 莫妮卡得知有一个富豪是自己的忠实粉丝 可当这人听说她要充满身体的时候 瞬间换了副嘴脸 怒情冲冲的咒骂莫妮卡 骂骂咧咧的将其赶走 这次的事情让莫妮卡有些伤心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了 谁愿意用这种下贱的方式赚钱呢 莫妮卡还要养女儿 为了还钱 她可以放弃自尊和高傲 收好情绪后 莫妮卡去了马克家 准备商量一下拍卖的事 有一说一 这些日子以来 马克给莫妮卡帮了不少忙 没有她的话 莫妮卡或许还筹不到这么多钱 她是个心怀感激的人 马克的付出 莫妮卡都看在眼里 所以当对方表示自己对她有感情 并想跟她一起生活的时候 莫妮卡不可避免的心动了 有一个收入稳定 且真心爱护自己的老公 她何乐而不为呢 马克看出莫妮卡有意思 慢慢的开始放肆起来 她越靠越近 最后直接贴在莫妮卡身上了 就在两人情意正浓时 楼上走下来一个女人 原来马克也是个渣男 她已经有老婆了 而且看样子 还是个出轨惯犯 马克的老婆都已经习惯这种事了 但莫妮卡接受不了 虽然她为了钱出卖自己的身体 可莫妮卡无法接受背叛 就这样她拒绝了即将到手幸福 带着女儿走了 没想到一出门就撞到一个男人 对方原本是想碰瓷的 但是看到莫妮卡长得这么漂亮 她瞬间就改变主意了 赖在她家不肯走 想要美女姐姐照顾自己 莫妮卡没办法 只能同意 她只走女儿先开裙子 如了这个人的愿 之后他们一起出去约会 莫妮卡对这个小男生蛮有好感的 但她明白 自己现在需要的是钱 而不是爱 跟这个人在一起只会浪费彼此的时间 所以在一夜狂欢后 莫妮卡直接了当地表示自己已经订婚了 她十分狠心地拒绝了小男生 之后莫妮卡继续跟马克忙着筹办拍卖会 很快 富豪们一一验证完以后 事情来到了最后一道工序 那就是去找警察做见证人 可没想到他们才刚出来 警察就去了马克的律师事务所检查 在这里找到了那些符号的汇款支票 虽然都是匿名的 但支票的金额都一样 警方怀疑莫妮卡和马克是在聚众博彩 这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 莫妮卡的计划一下子被打乱了 而且这个消息很快就闹得满城风云 人尽皆知 参加拍卖会的人 在社会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万一事情暴露的话 那可是要坐牢的 所以富豪们一致决定到此为止 那一千万他们可以不要 但前提是莫妮卡必须想办法 把这件事解决了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在法庭上 她谎称这是一场慈善活动 因为詹姆斯的突然离世 导致所有的债务都落在了莫妮卡的头上 而她生前的好友们因为看不过去 所以便一人汇款一千万来救济莫妮卡 不过大家都比较低调 所以就选择了匿名汇款 就这样 在莫妮卡的巧舌如皇下 成功化解了此事 毕竟检察官也没有其他证据 故事的最后 那群富豪聚集在一起 装模作样的为詹姆斯开了场追悼会 而莫妮卡则成功拿到了钱 至此全篇完 本篇篇名《情世》 上映于1991年 莫妮卡贝鲁奇不愧是球花 美都不可放物了 帕拉猫强烈安利大家 观看原片